1300就对了快点快点你看到底是多少呀勾结书摔吗 哎呦我算给你看嘛两斤六两对不对 两斤六两乘以六百是不是一千五百六十 嗯是不是嘛那行吧哎那我给你一千五刚刚说的啊 不行不行你刚说的一千五啊 哎呀那一千五那个那已经一千块钱了 来再给你五百块钱呀 好了我走了接着了 我去下一你还不是还有什么山货吗 没得了没得了那我去下一家了 嗯我先看一下货货就是什么 越想越不听越来我跟你说 这是个小鸡的鬼到底一千三不会错的两斤六两的嘛 但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货 里面有石头哦 给你们看一下货是挺好的货 就知道但是我平时说的话也是六百块钱七百块钱 里面有东西吗里面有石头啊 但是我平时啊两斤的货已经很多很多了起码要充满 但是他这个我套 我说呢怎么那么 我就在他家门口呢 够结束帅吗 我说呢我说呢就两斤我是认得的呀 这个确实是两斤六两的但是我刚刚我我说就是我平时收到的两斤货的话是充满的 马上找他他家就在这里呀我的天呐哎呦天呐怎么还有这样子的人呢 我就在他家门口都要干这样子的事情啊 下次直播卖八百我没有在直播卖直播没有卖过因为我不用花开小黄车我都是在那个景区里面卖的景区里面摆地摊 刚才我说有石头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平时我就说呢我平时说的话因为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嘛我平时说的话就是两斤满满一大撑 哦还有啊 我操这怎么还有这样子的呀 这也太恐怖了吧我真的第一次见了 还有哦 搞得退 等一下我我看一下把石头叼出来是多少斤 哇操 石头甩了干嘛石头都在那下面呢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劝一下啊 这哥姐说什么你们给我作证啊 等会你们给我作证啊我真的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啊 我就说呢我平时收羊土就因为这个羊土就他是很很就是很 石头不要拿出来石头就在这里因为我平时收羊土就如果是两斤的话是买买一大撑 当然这个没有多少但是体重的了我就说呢因为他说是野生什么的嘛 然后我就想着哎呀无所谓的那个因为这里是景区然后他以为我是只来一次的你知道不 我称一下这个 我称一下这个有多少我把我把石头剪了就轻飘飘的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 呀喂我的天呢我就在他家门口他都敢这样子干你说还要不要做人呢放大石头不要拿出来找他好的我先称一下这个有多少他看我多少钱我测 真的我我我我我我我不是第一次出来说商货呢但是我都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以后难解了一根3两各位结束 sare们 他看了我多少钱呀 我说直播有谁放 我等会儿曝光他 这个只有一斤三两 要去找他 他看了我780是不是 他要把这些石头拿了 如果他要是不给我退鞋的话 我就拿这些石头砸他 他要是不给我退鞋的话 我就拿这些 你看他给我装了那么多石头在里面 都要了700块钱 真的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他们这个村里面收香货 大家就在这里的大哥 大哥 大哥 怎么没有人应我呀 大哥 都没有人应我怎么回事啊 我进去看一下 大哥 怎么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大哥 大哥 这里是不是都不是他家呀 我刚刚没有给你们露他的脸 给我解释 我直播有回饭我也那个什么了 跑路了根本不是那家人 大哥 真的收个神 我都给我装了那么多石头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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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村长吗 估计这个不是他家 都给了720是不是 天哪 怎么还有这样子的人呀 没有露脸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他应该是这个村的人了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在收山货呀 他是不是 旁边的泥鞠 认不认识这个人 旁边的泥鞠 没有在家 都没有开门 都给了780 怎么会还有这样子的人呢 我那我现在该要去找谁呀 找村找的话我怎么找呀 我没有找他 就是我没有我不记 就是我没有他样子的图片呀 人在家也不搭理你了 他家他家我记得呀 我问一下这家 婆婆婆 我问一下这家人有没有看 有没有 婆婆 你没有看到刚刚就在跟我在一块的那个男生呀 在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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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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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喂 大哥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在你的里面装了那么多石头呀 你替我钱 你在你在洋独卷里面你给我装了那么多石头 怎么可能 什么怎么可能你来看一下嘛 你刚刚就那么多洋独卷 我直播就那么多人都可以坐正的 哪个可能都去洋独卷 你看上吧 你来撤一下 你们做生意也不是这样做的呀 来嘛 哪个做生意嘛 什么来个做生意呀 你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 这不是你刚刚卖给我的吗 是啊 对啊 你看一下嘛 你现在看一下有多少斤 刚刚我卖给你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我报关你了 你报关我啥子哟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把钱我的 你把我 你把我的钱推过 要不然我就 我就砸你了 我就砸你了 这个是你放在你的样子去里面的 你 各位解释是要吗 我可以 我给你 我要是把这个砸过去会怎么样 我给你一千八 对不对 我要 我跟你说了 这个剩下头是怎么转的呀 我第二次这上面开直播 我给 我给你 我给你曝光哦 你曝光我 我都喊你赔钱 搞好吗 你把钱推给我 我推哈子钱给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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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这是你刚刚卖给我的羊祖菌 是不是啊 你里面装了那么多石头在里面 我直播就有两万个人都可以做正 我咋可能在里面装石头吗 你看嘛 你来劝一下你现在这个羊祖菌有没有两斤 刚刚吃了两斤多了吗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嘛 你放了石头 我咋可能 你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找村长 你是这个村的吧 我不是的呀 你你过来看一下现在 你过来看一下大哥 你现在过来看一下 我不看我我回去洗饭了 你吃什么饭呀 你把我的事解决了吧 要不然我找到你家 我我我要找村长 我要在这个村都在收你啊 来看一下 来给你们看看 我这个镜头怎么转呀 我跟你说大哥 我要报光你了 来你自己过来看一下 这里只有一击三两 你给我装了一斤的石头在里面 来你你过来看一下 你要不要给我退钱 你不你要你要不要给我退钱 你要不退钱的话 我就真的曝光你了 然后我要去找 我能给你退吗 你给我退一斤半斤 我刚刚我都给你锁了一千多个钱一斤 你给我锁了六百多 不可能 你给我退七百五 不可能 那那把你拿把钱退给我 把你的货给你 哎 把我的钱退给我 不可能 那我刚刚那两斤鹿量 我可以退你钱了 行啊 两斤鹿量来 你抓紧石头 我要孩子了 什么 你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咋可能吗 咋可能你没有石头吗 七百八 给我退七百八 要不你就把你的货拿过去 把所有钱都退给我 那你乘两斤两斤 还给我 两斤六两 那你这这样子就是两斤六两了 来你看嘛 你装机 要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刚刚好 是两斤六两了 你自己看 是不是刚刚好两斤六两 为什么放了石头 是刚刚好两斤六两 那我现在你到哪里 那我就喊村长了 你去喊你的山 我真的喊村长了 你去喊你的山 怎么会有这么无奈的人 要再不耐上 我就给你曝光了 我知不觉有两万个人 到时候全家所有 我好好怕我两万个人 到时候有着来 你家杂鸡蛋不要怪我啊 说的我好好怕一样 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大哥你要是不把钱推我的话 我真的 我哪个腿你钱呢 我真的 我哪个腿你钱嘛 你说 你不把钱推我的话 我真的 我不走了 我你都我去的了 我都跟着了 你瞧你忙啊 我吃了我去 我跟你说 走 要不我就报警了 你报警叫你妈报啊 你报警都还下得到我吗 你把钱推我 我咋个腿你了 我们就我们就这样 我咋个腿你了 我把货给你 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 你放进石头里面 那是你自己放的 我那还有羊肚菌呢 什么你的羊肚菌 你刚刚本来就这么多呀 我那一大包 什么一大包 我知不觉有两万个人 都可以来做镇的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 你这个小门儿才搞笑嘞 乘两斤给你 你还给你说了 我价格都已经给你撒弄 没多了 你还装起石头来 付友我啊 大哥我这杯我这杯有 两万个人 我等会抱紧了 你真的不要那啥 两万个人 两万个人都要了 你小孩都说了叫你给我 呀我没见过大 叫你把钱给我 我没见过大石面吗 叫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多少钱吗 你的货我不要了 你不要啊 你把我那个两斤刀杨肚菌 给我啥 你还装几个石头 我这里面我咋可能要了 嘿你这才搞笑嘞 各位结束 传媒们如果我又暴力的后果是什么 来我把手机镜头转给你们看 我给你拍我哈 我跟你说 你拍我 我把手机镜头打烂了 我为什么不能拍 我要曝光你 我要曝光你 不要拿我手机 你在咯 不要拿我手机 你敢拍我手给你手机砸了 不要拿我手机 不要拿我手机 你管不管了 你站在那乱拍我跟你说 你手机砸了 你站在那拍 那我报警了 没事 那我报警 大哥你真的 你不要 各位结束出来吗 我 我要把手机吓了 我要把手机吓了 今天是我一个人 人生三个 我要把手机吓了 然后去报警 然后去找村长了 拍个照 他走不了 他现在就在我这里 他能跑得有我快 追着他 好 各位结束 人们 因为我只能用这个手机来报那个什么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手机哈 我等会 我等会点点啥了 然后我就先下播了 你们没有关注 阿正呢 给阿正点个关注 然后等会弄完事情之后 我再播好不好 好吗 可以的 打个可以 你们给我点个关注嘛 然后 嗯 我就 我就只能先下播了 好吗 最小事 我肯定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谢谢哥哥哥姐姐说啥 有没有 我就先煮了 拜拜 我要先报警啊 处理完了 我真向下 我跟你说不 好 不 我再把它银银银银走 宸'